反导数 antiderivatives 我们要介绍反导数的目的是要导出积分的定义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里面的内容 假设大F的微分叫做小F 我们就可以称说大F叫做小F的反维分 也就是所谓的反导函数 那么重要的一个符号就是积分符号 我们要导入积分的观念了 小F的积分这个地方DX的话 X代表的是对这个变数是X 那这个是积分符号等于大F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右边的微分是等于左边的这个中间 这个小F 这个地方要加一个C 原因是因为任何的数字的微分都是0 所以的话我们又称这个叫做不定积分 因为它的答案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函数 它是整足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的话要介绍的是 导函数跟反导函数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式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系式 这个是什么呢 反导函数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后 我们要介绍的都是用积分来表示了 现在来看小F它的积分 它先积分再微分 各位同学你可以知道什么结果呢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就代表微分跟积分 这是两个完全颠倒的运算 再来看底下这个 有一个函数是先微分后再积分 那么它也会恢复原状 这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积分跟微分之间的颠倒运算的一个关系式 那么要了解这个关系式的话呢 我们当然要介绍一些例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怎么样去运算 来我们来看看例题 好我们看看啊 这是一个x三次方的一个积分 那么我们要解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就要想一想 谁的微分是x的三次方呢 那么我们想到 这是一个多项式的函数 所以它的答案的话呢 当然是x的四次方 这是毋庸置疑 可是来想想哦 右边的微分是左边吗 它会多了一个四倍 所以前面要再补上一个 四分之一 这个答案其实还没有写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右边的微分要等于左边 我们加1也是答案 加2也是答案 加3也是答案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c c就是所谓的constant 就是常数 任何数字都是我们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的不定积分的解答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 第二题各位同学要回忆一下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的话呢 ex exponential的话呢 它的微分是什么 谁的微分后是exponential呢 那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是我们全世界最简单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答案就是自己本身 它答案就是自己 微分等于自己的就是这个函数而已 别忘了还要再加一个c 再来看下面 这是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 cos 谁的微分后是cos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回忆一下 sine 别忘了再加一个c 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大概的就介绍了 反导函数与积分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